一個星期又過去,上星期突然說病就病 所以大家真的要保重身體 今期的重點當然就是 Xbox Game Pass 最新的遊戲陣容 我們事不宜遲立即開始 Call of Duty 黑色行動 6 就在之前展示會展示了大量遊戲畫面 雖然未有實際時間,但他很快就會進行遊戲的公測 預計應該都會是暑假7、8月的時間 而今次 Game Pass 的玩家和預購組的玩家一樣 是可以優先進行今次的公測 而10月25日正式推出的時候 Game Pass 的玩家都可以即時玩到 玩獸拍二就會有一個全新的免費更新 以英島作為題材,是一個全新的島嶼 充滿著蘑菇和日系的風格 會有新的怪,新的武器,新的NPC,新的建築物 以及會有一個新的競技場讓大家進行戰鬥 但PVP的遊戲內容應該就要之後的更新才會有 好,《特戰英豪》是現在最TOP的電競遊戲之一 他終於會登陸主機 他第一階段就會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歐洲和日本 登陸PlayStation和Xbox的遊戲平台 給主機玩家都可以玩到這款遊戲 會有主機跨平台的遊戲 電腦和主機跨平台的進度 以及主機是有瞄準輔助等等 有多一款免費的熱門遊戲登陸主機 當然是好事來 港台的玩家等多一陣就可以玩到這款作品 好了,強烈清潔模擬器是精神視光屋 你知道吧 他喜歡和不同作品,Cost Over 你都知道 但你又真是猜不到 最新的免費DLC 會帶大家回到經典童話 艾麗絲夢遊仙境 他會有五個你意想不到的關卡 帶大家洗乾淨碗碟 準備好艾麗絲的茶會 免費之餘還有十個全新的成就 所以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真是很喜歡這款作品 不妨買了他給艾麗支持這間這麼好的Studio 拉斯維加斯 就是賭場 但我們不能這麼片面 其實他有很多大自然的景觀 都是值得我們深入了解 不過很遠的 不要緊 Game Pass的玩家還有一個選擇 微軟無疑飛行 他最新的免費Update 就會集中強化拉斯維加斯這個城市 讓大家見到他作為繁華都市之外 亦都有著由遼闊沙漠 和延綿不絕山脈組成的大自然一面家 當然一如以往 這個Update都是免費的 之後就是一些Game Pass會員的免費權益 Smith這款作品是好像 有一次英雄聯盟 但用的角色就是迎接不同文明 不同宗教的神 Game Pass玩家就可以額外解鎖三位不同的神明 也都會有相關的語音和外觀 三日的帳號加成等等 讓大家好好享受暑假的活動 Monster Hunter Loud 雖然是手機遊戲 但Game Pass玩家都有免費權益 可以拿到一個高級的狩獵券 彩蛋、藥水和不同的素材等等 而PGA Tour這個由EA推出的哥爾夫球遊戲 更加瘋 直接免費幫大家升級做豪華版 會有1500點的PGA Tour的點數 和相關的經驗值 且慢著 真是豪華版本身就是給你更多的錢和經驗 而不是任何的外觀 這遊戲都頗直接 所以說 常古卷族Online推出完最新的付費DLC 黃金之路之外 第二批10周年的免費權益也都可以領取 就會有一個技能重置的卷族 三個經驗值加成的卷族等等 方便大家升快點 之後就是即將離開Game Pass的遊戲陣容 今期的離開陣容我覺得就還好 不算有很多很重大的作品 暗影火巨城是幾好玩 但是落架之前玩不玩得完就看你技術 另一款會推介的 可能是目牆物語 畢竟都童年回憶 但落架之前玩不玩得完 就看你怎樣定意玩完 如果你純粹想認識個女生 結個美分 那當然是絕對說得及 而今期特別些 會有一款作品是7月5號才落架 但那款是板球的遊戲 應該就比較小朋友會玩到 最後的最後終於要介紹六月份Game Pass的全新陣容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想一款遊戲有越多東西越好 大家玩羅賓漢寫不得建造者這款遊戲的時候 就可以深深感受到這一點 叫做羅賓漢當然也要劫富濟貧 打擊一下邪惡勢力、盜賊之類 但你是羅賓漢姐 都要有一個雅姐頭、藏身柱給你休息一下 所以在這款遊戲你都要由頭開始 斬樹、撿石頭、收集你的建築素材、建造 以及升級你的藏身柱 Game如其名是建造者 這遊戲都是開放世界的設計 但就不會說很空泛和沉悶 因為它會有很多設計很好的解謎 遍佈在不同的世界等著玩家去發掘 而你得閒無聊也可以手獵下不同的動物 手獵到悶的時候就手獵下不同的人類 你可以做的事真的有很多 但這遊戲的弱點也很明顯就是預算不足 它畫面水平都算是好過獨立作品 但動作的流暢度就真的差一點 所以它都可以是一款好的遊戲 前提你要有合理的期望 開普納斯會是今期陣容入面的獨立遊戲代表 它賣點就是2D的沙盒世界冒險 在無盡的世界進行戰鬥 它在2018年已經開始Early Assets的版本 到2022年的5月推出正式版本 所以遊戲的內容和機制都已經很成熟 但很可惜因為工作室的規模就不是很大 所以這遊戲的開發都很慢 原則上它是一種苦陷式的動作生存遊戲 要探索不同的地區找到適合的地方 建造自己的藏身處 不知為什麼今期的遊戲很多都要自己建屋 當你找到一個地方適合落腳之後 就可以用那個地方作為據點 再去周圍的地區探索 這遊戲的賣點就是有很豐富的生物群落和玩法 玩家可以種植、探索、騎牛牛 它那個DNA的技能系統要組裝也挺有趣 可以跟其他朋友一起玩 但如果說到多人遊戲的話 今期Game Pass還有更加好的遊戲 接下來這兩款作品可以一次過介紹 因為它這系列一登錄Game Pass 竟然是兩集一起登錄 好像這麼簡單 就是它的玩法夠簡單夠中毒 所以一旦你開始這種遊戲 很多時眨眼就已經兩三個小時之後的事 對比起爆轉小英雄 這款真是相對簡單和直接的轉探遊戲 正氣世界就複雜一點 結合了類伙承遊戲和Selder等遊戲的元素 當你轉下去的時候 你要考慮不同資源的位置和分佈 計劃你的路線 因為你下去就不能回頭了 特別是有時你得到一些特殊的裝備 是可以令到你去到一些原本去不到的地方 甚至乎將你的玩法由不斷向下的採礦 變成了做向左向右發展的跑酷遊戲 整體遊戲難度曲線的設計 我覺得都蠻有獎勵性 遊戲開頭受限於資源的限制 以及對地圖機制不夠熟悉 大家玩起來是蠻有難度 但綜合期之後你就會發現這些經驗 令到你之後的遊戲可以玩得更爽 更加快 所以整體我都蠻推介精氣世界 而這款在Steam上擁有壓倒性好評的轉探遊戲 Still Wait The Deep 這款作品我之前都直播了一陣 我的感覺是So far so good 真的又不是差的 但也不是說很突出 它作為一個電影式的恐怖遊戲 氣氛的構造是不錯 比較少用到一些低層次的Jump Scare 多數都是用氣氛令到大家自己嚇自己 畫面水平就浮動一些 有時人物的樣子 有時很好 有時就蒙了一片 物品的細節表面都看得出不是做得很好 但因為這隻作品 大部分的場景都是在黑暗環境之下 所以工作室集中火力做好光影 而出來的效果是真的做得不錯 我們經常都說恐懼是源自於火力不足 這隻遊戲就真的完全應用到 因為它是完全沒有反抗的手段 你只可以躲起來或者走路 但這個機制其實可以做好一點 因為我自己玩的時候 與其躲起來不如直接跑走 好像更加有效率更加容易過關 而且真的一旦被怪物捉到 其實可以來一個CALLSOP 讓大家看到怪物的樣子才夠恐怖 現在直接被人捉到就放一些幻燈片 其實就沒什麼感覺 不過作為一個6個小時左右的電影式恐怖遊戲 我覺得相對地都是OK、不錯的 只是它比較緊湊 但就不是太恐怖的意思 雖然6月30號我們就會失去木場物語這款作品 但不用怕 我們有強力的代替品 沙石鎮時缸是一款在開放世界進行的木場模擬器 你可以做的東西其實不外乎都是好像木場物語一樣 可以種種不同的植物 養不同的生畜 跟不同的NPC建立一下感情感 可以玩很多的小遊戲 例如跳舞、賽馬等等 可以建立自己的家裡引入現代化的農作物系統 可以探索無盡的沙漠和不同的魔物進行戰鬥 等等,木場物語哪有這些 是的,沙石鎮時缸和木場物語比的話 那木場物語當然在機制和平衡度絕對會更加好 但沙石鎮時缸在遊戲內容的要素方面 就增加了不少現代化的玩法 例如在戰鬥系統方面 它會有更加完整和現代化的系統 真的好像一隻動作遊戲一樣有不同的招式武器 值得大家花時間去研究和學習 從而加深整個遊戲機制的豐富度 而它亦都選了沙漠作為主要的遊戲舞台 除了會有很多地方給大家探索之外 亦都藉此帶出資源的珍貴性 實實在在在用遊戲的機制和玩法 令到大家明白珍惜資源的重要性 推廣環保的概念 這個都是這隻遊戲做得不錯的地方 它遊戲的內容、機制和NPC都很豐富 亦都有不同的節日 一個人玩基本上都可以玩很久很久 但最重要的是它剛剛推出了多人遊戲的更新 讓大家可以和朋友一起玩 一起解決不同的難題 一起經營另一個精神時光屋 所以我們是時候告別concept真 去到全新的地方重新出發 最後的最後 這款作品每年都會有 因為EA推出的作品 那肯定會進入EA Play 就是Game Pass的玩家一定玩到 而老實 我也不知道它每一集究竟有什麼進化 但神奇的是 每次這款作品來到的時候 我又真的會選一支球隊 買買買買不同的球星 或者清訓球員回來 造成一支斑霸 挑戰一個又一個的英超賽季 沒辦法 誰叫它是唯一一款市面上 還做得起的足球遊戲 所以EA Sports FC24 就是今期Game Pass的最後作品 以上就是今期影片的全部內容 相比起之前很豪華的Game Pass新容 這次擺明就是有一個緩充期 讓大家休息一下 如果你都喜歡這種形式的分享 記得今晚Like&Share我的影片 亦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搶先看 今期的影片就到這裏 是這裏 拜拜